小區裏面的商業體已經非常成熟 衣食住行每一期的樓下都有我們自己的商業體 非常成熟 可以看到 我們這裡有快地 這邊的快地都是送貨入門的 Apps 落單直接送到你家 可以看到我們這些攤位現在是五點半 已經是陸陸續續 開始開攤了 這邊還未開始 這邊已經陸陸續續開攤了 有我們的餃子 東北餃子 炸串 雞蛋餅 還有燒烤 烤麵筋 類似這些 華這個視野 現在我們的拍攝位置在二樓 依然可以看到我們這麼美的景 這條是我們的平山河 平山河你可以看到 我們河堤兩邊已經是收好河堤 這間房間 都是看我們的平山河 河境 非常之舒服 廳的開間是去到四米 是吧 這個空間 可能可以感受一下 非常之闊落 它是吧 - 四米 - 九 - 四米 - 九 - 五 - 八 - 六 - 八 - 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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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魏家接阿权 今天我们来到大瓦湾西区 卓越维南海岸 跟大家推荐的楼本叫卓越维南海岸 这里的单价是八千八百八十八 一平方带到精装修交房 重点是这个小区发展了有十多年了 整个小区是非常成熟的 总共是分八期 八期发展 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五期 七期、八期 全部都已经交了房 现在准备推出的是六期 六期呢 现在准备推出是七十二栋 马上要推出 也是这个楼本的最后收官之作 虽然它的交房时间是到明年的十二月份 但是 你看看我们小区的整体面貌 这里只不过是我们小区里面的部分的街铺 这里是八期 八期楼下的一些部分街铺 还有我们二期、三期 四期、一期、临街那些 还有我们的内铺 几乎都已经全部开了 非常之成熟 这个楼本最高峰的时候 卖到一万七千多元 平方 经过三年的洗礼 慢慢慢慢就跌到 现在我们八千八百八十八 平方 还带到精装修胶房 可想而知 几乎是即买即享配套 我们配套是非常之成熟的 内源也是非常之大 这个里面的两边六直 有我们小区里面的英属的那些内缘 可以看到 有我们的生鲜超市 直接是我们的屋苑楼下 里面的内箱 还有我们的靠路边那些 是吧 比较靠近我们大路边那些街市 是吧 那些底箱 都是有的 而且更加旺那边人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大陆这边的菜 真的好便宜的 那个椰菜 1元5毫8 1元5毫8 1元5毫8一斤 非常之便宜的 是吧 那些水果呢 好像火龙果那样 10元6个 还有我们的 还有我们的羊 那些 那些什么 那些是 那些青梨 青梨都是5个多 4家 是吧 那我们这边的 4家是 是吧 你不敢上 你完全是不敢上 这个4家 1元8毫8 是吧 1元8毫8 那那个麒麟家 就3.8 有3.8 那 那有些诊所 我们的底箱 按摩 凸骨的 都有 但是是正规的 那你说的 我们生活所需的 几乎都是有的 那我们现在 开车去大概 去讲一讲 我们的 一个 小区里面的 两边的 六席 和这个内园 是吧 和我们外面的街铺 那我们现在 进到这个 大门 这里进来了 这里有个圆盘 是吧 那往左边走呢 就是去我们的 一个别墅区 是吧 依然是我们 看到我们的别墅 是吧 那我们的内园 就真的非常之大 所以我们走路 几乎是非常之难 那它整个内园呢 就有27点多万的一个内园 那可以看到 它里面的公路呢 都是有这么阔的 那两边都是有我们的六席 那 还是不包括了我们的小区里面的一个内园 那现在我们右边呢 就是我们的二旗 是吧 二旗就 其实就早已经交付了 是吧 一旗二旗 最早交付了 可以看到 那我们 每一栋 楼下 它都有它自己的类席 而且我们 小区是一个抬高式的 是吧 是一个抬高式的小区 整体看下来呢 它的层次感就非常之大 右手边呢 这一集就是我们的别墅区 别墅区 那这一边呢 是吧 那这一边呢 这个原本 这个原本 下去呢 就分分我们 左手边和右手边 那现在我们 主要是拍我们二旗 三旗 八旗 整体一些 一些商业给大家看看 可以看到 那我们的 是吧 楼下 小区里面的商业体 就已经是非常之 非常之成熟了 衣食住行 是吧 抢粉 类似什么 都是有的 便利店 新鲜超市 中型的新鲜超市 那不是说 那我们 屋苑大门口呢 就是有我们的 那个大型的 永辉超市 是说 蔚蓝天地商业核 商业体 那我们的总结面 就去到两点多万 那我们看到 我们上面 还有我们的人行天桥 是吧 那看到 那我们的小区 这只不过是 我们的一小部分 右手边还有些 长者 还有些小朋友 是吧 三步 坐在一起 我们现在就去到我们的三期 刚刚是二期 现在是三期 三期 还有我们的 每一期 楼下都有我们自己的商业体 非常之成熟 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有快递 这边的快递都是送货入门的 你下单 Apps下单 直接送到你家 是吧 可以看到我们的 这个大门 是吧 这个八期 八期的大门 非常之起派 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体的商业 是吧 那这里只不过是我们的二期 三期和八期 还有我们的一期 是吧 四期 五期 七期 大部分的商业体 我们现在就 就拍到这里 我们现在出去的大门口 临街的商铺 拍到那边的人流 给大家看一看 OK 那我们现在 从里面的商铺 走到我们临街的商铺 那边就是我们的售楼处中心 售楼处中心 后面就是我们的别墅区 那刚才都说到 那我们小区 总共是有八期的 那一二三四五七八 就已经是交互入住了 那现在我们正在卖的六期 是吧 那可以看到 那我们临街的商铺 就是等于我们的卓越 蔚南海岸 大门口呢 就是我们这个 蔚南天地 是吧 商业体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永飞超市 是吧 那里面的 蔬菜啊 肉类啊 海鲜啊 生活用品啊 等等 这个超市 都已经是可以满足到我们了 还有就是 我们这边 还是有一个 巴士总舰 可以看到了 坐回我们的M187 直接是到达我们这个 沙田地铁站的 那是14到15分钟 就可以到达我们的沙田地铁头 那 屋苑门口就是一个巴士站 是吧 是 屋苑门口就是我们的巴士站 可以看到了 那我们这个商业体呢 其实挺大的 那这个商业体 它的建面有 2.4万的一个平方的一个建面 那楼下 有回我们的奶茶店 是吧 还有我们的台球室 是吧 还有这个新疆羊肉串 那美容 美容 美容養生会所 是吧 那这边就有回我们的牙科 面本 和这个商赛馆 还有还有我们的这个M技 那这一集呢 就是本地这些 在这里摆摊 类似夜市的 那这里有回我们的咖啡室 是吧 这个是瑞幸咖啡 那这一排在我们大陆是非常之出名的 甚至连那个星巴克 几乎都是被它压着来打 那可以看到了 那我们这些摊位 现在是5点半 已经是陆陆续续 开始开摊的了 那这边还没开始 那这一边呢 就已经是陆陆续续的开摊了 有回我们的饺子 是吧 东北饺子 还有炸串 啊 鸡蛋饼啊 是吧 还有我们的烧烤啊 烤面筋啊 类似这些 螺丝粉 那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喜不喜欢这类似的啊 那我们摄影师大佬是经常吃的 那这边就有我们的 一些烧烤啊 烤鸡笔啊 和记忆啊 那这个是狗脆 这个是狗脆盒子 是吧 那是了 那还有臭豆腐 还有我们的牛杂 还有我们这个柠檬茶 手打柠檬茶 是吧 那这一集的商业呢 摊粉呢 它是 按这个情况来说 它是5点钟开始 下午5点钟开始摆摊的了 持续到晚上1点钟 它们才开始打仰的 是吧 那这一集还有我们的一些 一部分 是吧 它还有地方 可以提供给我们 坐在那里吃东西啊 或者喝奶茶啊 是吧 那这一集呢 就有我们的一个儿童乐园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 这边这个为 为蓝天地的一个商业体 可以看到了 有我们的饭店啊 是吧 那这一边还有 那我们刚才里面的商业 已经是 真的非常之成熟的了 为什麽呢 因为我们这个楼本 已经是深咒了十多年了 这个六期 也是我们 蔚南 海岸 最后一期 也是收官之作 是的 那我们现在跟着镜头 到我们的仇楼中心 了解一下常情 OK 那我们现在进到这个仇楼柱了 那首先先和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区位 那可以看到了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这个 卓越维南海岸 是吧 它是位于我们这个石化大道 和这个龙海二楼的中间 即是横跨我们大雅湾的两条大道 那这个石化大道呢 往左手边走呢 三公里头就是我们的平山 和我们深圳的一个交汇处了 是吧 那首先先和大家讲回我们的一个出行交通 那首先是有三个路线的 最方便的路线呢 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西湖出行 巴士 那打开我们这个西湖巴士 是吧 那可以看到了 这个卓越维南 海岸呢 屋苑门口就是我们的一个上车点 它有车直达我们的 罗湖 途经这个联堂好岸 那它的票票是20元的 全程高速 而且 一小时就可以回回我们的 罗湖 和这个联堂好岸 那第二个出行方案呢 就是我们这个沙田地铁站 那我们屋苑距离我们这个沙田地铁站呢 是去到六公里 六公里左右 那然后车程是去到十四分钟的 那我们屋苑门口呢 是有巴士直达我们的沙田地铁站 两元的车费而已 那如果你说坐巴士的话 可能就要加多四五分钟 那去到十七八分钟 可以到达我们这个沙田站 那还有条路线呢 就是我们的高铁站 那我们的维阳站 是吧 维阳高铁站 那距离我们这个屋苑呢 是去到九公里左右 那它的车程去到二十分钟 就可以到达 那然后再回回我们的西九龙 那我们屋苑周边的配偶呢 就是非常之成熟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是分八期发展 那它总占地去到七十七点八万 哇 商业配偶非常之成熟 因为这个楼盘已经是发展了十多年了 那我们屋苑 这个龙海二路 往右手边走 往右手边走 3.5公里 就是我们的曼达港场 那曼达港场 再过去六百米 就是我们的五月港场 十分钟的车程 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曼达港场 是吧 吃饭走街体系 都可以去那里 那往左手边走 这个石化带路往左手边走 2.7公里左右 就去我们的保雷港场 是吧 那保雷港场 就八分钟的车程 就可以到达了 那我们屋苑本身 它的衣食住行 都已经是非常之成熟的了 是吧 那如果你说头云新庆 本身我们社区 这个屋苑是二 三旗楼下 就已经是有个卫生社区 那头云新庆 可以回到那里 如果你说 想去回我们大型小小的医院 有回我们的卫阳三和医院 那它的路程 去到五公里左右 那十二分钟的车程 就可以到达 还有我们这个 第六人民医院 还有我们这个中山卫瓦医院 中山卫瓦医院 就去到九公里左右 那它的车程 去到十八分钟左右 可以到达 那我们这个区域呢 就廣街到这里 那我们跟着镜头 是吧 那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沙盘 其实那 这个板块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卓越为南海岸的整体的规划 是有多么宏大的 是吧 那这一边呢 就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这边 一期啊 二期啊 三期啊 四期 五期 七期 八期 就已经是全部交付了 入住 那总户数呢 包括我们这个 别墅区 总户数 去到一万四千多户 现在 已经是入住了八千多户 那我们的小区 园林都是去到二十七点几万 二十七点几万的一个园林小区 非常之靓仔 是吧 那小区总是分四个门的 有四个门 东门 南门 西门 巴门 而且还自大两所学校 一所就是我们的大雅湾西区实验学校 是吧 亦都是我们的一个公立学校 和三所有园院的 是吧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沙盘 那我们刚才有说到 其实呢 我们这个是这个楼盘的沙盘 那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 就在这个位置 啊 售楼柱 那旁边就是我们的一个 啊 蔚蓝天帝的一个商业体 那这个商业体的总结面 就去到二点四 二点四万平方 啊 上面被关了 上面啊 有一分我们的 verde 嗯 我也有这个 啊 啊 还有这里 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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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ء 五期、七期、八期 包括我們這個別墅區 就已經全部交付了 最高峰的時候 賣到一萬七千多元 現在我們在賣的 就是我們的六期 正在亮燈的六期 我們往這邊走 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正在亮燈的 就是我們正在賣的六期 這兩棟已經是接近 壽星了 剩下的樓層就沒有多少 剩下的天地佬 現在我們正在賣的是七十一棟 和我們現在的七十三棟 現在準備加推我們這個七十二棟 主要的會議就是 有我們的七十九平方的三房 三房兩廳一位 八十九平方的三房兩廳兩位 和我們這個一百零 九的四房兩廳兩位 我們屋院門口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平山河 平山河 這邊 往這邊這一扎的話 這個河堤 和我們這個螢光跑道 已經是建好了 往這個圍形 朝出來的話 直接可以看到我們的平山河 剛剛說到 有我們的三所有兒院 和一所公立學校 可能我們香港的朋友對學校不是很敏感 但是他後期一個入住率 或者什麼 學校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小區園林 就有兩個大型的泳池 小區園林 總見面 就去到二十七點幾萬 非常之大 過園林 二期三期那裡 已經是有我們的一定的商業 而且非常之繁爛 還有七期八期 都是有的 現在看回我們這個大型的 大型的沙盤 放大版的沙盤 我們六期 現在賣的就是我們這個 七十三檔 是吧 七十三檔是兩梯五火的 這個 零一零二 就是我們七十九的 一個三房 兩廳一位 這個零三零四 就是我們一個八十九的 三房兩廳兩位 還有我們這個 零五就是我們一個 一八零九的 四房兩廳兩位 現在這個七十一檔 這個七十一檔 還有小量 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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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一檔 就是我們這個 兩廳六火的 是吧 零一和零六 是我們一八零九的 四房兩廳 這個零二和零五 就是我們這個 八十九的 三房兩廳 零三零四就是我們 七十一九的三房兩廳 七十一檔是我們兩梯六火 現在準備加推出來的 就是我們這個七十二檔 是吧 七十一檔 七十一檔 它和我們這個七十一檔 的護形是一樣的 零一和零六都是我們一八零九的 零二和零五就是我們八九的 零三和零四是七十九的 三房兩廳一位 我們六旗 樓下都是有一定的底箱 是吧 後期都是會招箱的 然後我們這邊的物業費 去到兩個八 大概的一個區域和沙盤 就講解到這裡 我們現在跟著鏡頭 去看看我們的內源 和我們的示範單位 OK 那我們現在進入到這個 六旗的示範單位 是吧 我們這個七十三棟 現在賣的都是這一期 也是這棟 那我們現在看看 這個七十九 竟然可以做到三房 這個得房率 真的OK 我們看看它的內容 究竟是怎樣 先從入門柱 先看回來 我們這裡是兩體六火的 這一集有三火 它是一個板樓式的格式 那一集有三火 可以看到這裡有條通道走過去 是吧 這種就是點營的板樓式 它唯一的好處就是通縫 因為它這兩邊幾乎是空的 這邊是我們的採光井 這一集就是我們的 後期的一個來源 那現在我們看看我們的內容 首先這個門後期也是一個交標 是吧 三個一看 指紋密碼 索密碼 這個鞋櫃 看到了 它是做了這個 到頂的鞋櫃 但是呢 這個不是我們的一個交標 它是 做出來 給你們去參照這個 裝修的一個設計 是吧 等一下我們會拍那個交標 給大家看看 進來吧 右手邊就是我們的廚房 是吧 這個廚房就是一個 細型的U字型 U型廚房 是吧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是吧 空間 還可以 同時可以容納兩到三個人 操作都沒有問題 還有我們的名窗 是吧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一個 冰箱預留位 這個尺寸就只能夠放個 就是 單門那種 冰箱 那就是三門那種 是吧 那我們的 這一邊 餐廳位 那 就 目前是走了這個 細人餐廳位 是吧 細人餐廳位 那 這一邊 就是我們的一個 這個屬於什麼 哇 放咖啡或者什麼 那多功能 屬於多功能的櫃 但是它是有體式的 一體式它做出來 這個效果都挺好的 是吧 那我們膠標也是沒有這個的 那我們這個開間 其實是去到 三尾三的一個開間 就不是說 很闊落 但是呢 搓下來 感受一下 是吧 這個空間還是OK的 因為我們這個尺寸 79 做到三房 那我們的陽台 就是 其實那些陽台 79 和89 都是潮南的陽台 然後呢 我們的 1809 的四房 叫做南北通透 那陽台可以看到 哇 這個視野 現在我們的拍攝位置 在二樓 那 依然可以看到 我們這麼漂亮的景 那 這條是我們的平山河 平山河 你可以看到 我們河堤兩邊 那邊已經是收好這個河堤了 就好奇 你說的 這個平山河兩邊的草 啊 再優化一下 是吧 再收剪一下 哇 整個景色就非常靚仔了 是吧 可以看到了 那麼視野真是無敵的 那麼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陽台 都是有 接近 接近有 五個桑的 是吧 五個桑的一個陽台 那麼 這一閘就可以 你說的 呃 好像他這樣 設計 那麼這邊就放回我們的 滾筒式的一個洗衣機 是吧 那麼上面可以做回我們的 儲物櫃啊 是吧 那麼我們現在去看看我們的睡眠區 啊 那麼我們的睡眠區 啊 先看回我們的 衛生巾 是吧 那這個衛生巾 這種 這種格式就非常之靚仔了 三段式 啊 這個 是吧 光輸分離 那麼他這個後期 交房標準呢 他是沒有做這個光輸分離的 要自己隔離 那麼費用是四百元左右五百元左右 那麼馬桶是有的 是吧 那麼 那麼 那麼我們看回第一間房 那麼這個是第一間房了 啊 他是做了 一米五成兩米的一個 一個塔塔尾 是吧 那麼他是利用了那個窗台 利用了那個窗台 那麼 那麼整個空間就 就出來 那麼這一閘其實這一閘可以做回衣櫃的 那麼 那麼現在他是做了這個 一個類似一體式的書桌 那麼這一閘其實我們是可以做回衣櫃 那麼可以看到了 那麼我們這間房 都是看回我們的 是吧 平山河 河境 是吧 非常之舒服 那麼第二間 就是我們的一個陽光房了 是吧 嗯 陽光房 有一半面積是贈送的 那麼然後呢 他交房標準呢 這個窗是沒有封的 是吧 那麼他這樣做出來呢 他這樣的封窗效果呢 其實就 挺ok的 是吧 那麼他可以 這裡可以打開來 他的往上拉的話 他就可以採光 那麼往下拉幾乎就是遮風擋雨 那麼這個房呢 可以做回雜物房 或者做回客房都ok的 那麼在這個位置 是吧 那麼做回一個床 做回一個一米二的床 那麼我們這一集呢 其實就可以做回我們的衣櫃了 那麼我們看回主人房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主人房 那麼一米五成兩米的床 三邊落床 還有一個休閒 是吧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休閒區 那麼可以坐在這裡 玩一下手提啊 是吧 看看外面的景色啊 因為這個朝向 依然是看到我們的平山河 是吧 啊 景色非常靚仔 那這一集 還有剛好有個升降機 我們做回一些 啊 放雜物的 是吧 類似儲物櫃之類的 那麼櫃這櫃就肯定是做起這個位 是吧 那麼做起這個位 那麼我們這個是79的 三房兩廳 一圍 啊 手戶四萬元 四萬元 然後呢 我們的單價 是去到八千八百八十八 一平方 帶來我們的一個正裝修交房 那麼月供去到三千三度 那麼我們現在去拍攝那個 八十九的三房兩廳兩位 給大家看看 那麼也是我們的一個交房標準 那麼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八九的三房兩廳兩位 是吧 那麼也是我們一個交標 是吧 那麼首先看一下我們的戶型圖 那麼 那麼首先我們的八九 旋關在這裡 進來 那麼我們的開間是去到三尾五的 是吧 那麼然後一個房 兩個房 三個房 兩個衛生間 是吧 那麼跟著那個鏡頭 進來看看 那麼剛剛才說到 這個門就是我們的一個交標 是吧 三後一看 這個質量真的不可以定 就是OK的 那麼 那麼這個鞋軌位呢 是吧 那麼後期要自己做回 那麼做回都是到頂式的一個鞋軌 那麼做到這個位 那麼後期這個位 看看自己要不要做回早櫃 是吧 那麼那麼這一邊呢 就有回我們的一個廚房 那麼首先是一個燙門 那麼它這個燙門其實都挺貼心的 因為它是往上走 是吧 那麼你下面的灰塵 就幾乎是掃得到 不會說這個在下面的話 可能說後期會積灰 會積塵 是吧 那麼我們 那廚房 這個兩件套是有的 是吧 兩件套 然後我們的一個出口煙機 和我們這個煤氣棗 是吧 那麼這一集就是我們的一個儲物怪 是吧 那麼這邊就是我們的名窗 那聲盤 是吧 那麼可以看到我們廚房 它都是貼了瓷磚的 連這個尾房都已經是做好的了 是吧 那麼插鬚 這些不用說了 是吧 那麼這個位呢 就可以放回我們 這個是八九的三房 那麼這個位其實可以放回我們 一個中型的雙門冰箱 完全沒有問題的 是吧 那麼看看我們的客廳 和我們的餐廳 它的開間其實大家剛剛應該已經看到了 它的開間是去到三米五的一個開間 那麼它樓底呢 就是去到三米一的 可以看到呢 我們整個天花就已經是 是吧 大概就已經是做好的了 那麼 這邊有回我們的桶燈 那麼 那缺點就是 它的交房標準就是 這兩個 是吧 這兩個桶燈 就可能就 後期要自己換回一些吊燈 那麼如果你說 在一市上賣的話 就 真的幾百元一個 兩三百元一個 那麼 這一集就是我們的餐廳位 那麼 放回一個 四人位 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如果你說人多的情況下 可以考慮放回我們的老人位 都完全OK 那麼 那麼 它的瓷磚是八十成八十的 那麼 這個美鳳全部都是做好的了 美鳳全部做好 那麼我們這個 長身 都是我們一個 雨膠漆白色的 是吧 白色的長身 那麼 然後 這一邊就放回我們的沙發 那邊放回我們的電視 是吧 那麼我們這個陽台 也是潮南的 這個陽台也是潮南的 那麼 我們洗衣機 可以放回這個位置 那 它連這個 是吧 出水口 已經是做好的了 那麼你可以參照它的示範單位 那麼 那邊 做回我們一個洗手盆 下面一個 滾筒式的 洗衣機 是吧 那麼這一集呢 可以洗手 上面這一集呢 可以做回我們的 一個儲物怪 是吧 還可以將這一條管 包在裡面 那麼你整個 整個 整個 整個體觀 就是看上去就非常之靚仔 那麼 那 依然這個八日九煙是潮南的 是吧 那麼 那 都是對回我們的平山河 那麼 那 看出去的視野 是吧 完全是沒有遮擋 那麼對面就是我們的 五旗 那 可以看到了 這個只不過我們有一個測門 那麼 那裡面的 一個 還有一個大門的 是吧 可以看到了 現在這個終點 依然是有人在這裡 散步 是吧 那麼 進進出出 那麼 那麼我們這個陽台 是大概是 也都是去到五個方左右的 那麼我們看看我們的睡眠區那邊 那麼我們這個睡眠區 首先看看我們這個公圍 那麼 那麼這個公圍 其實就已經是鑑好這個三段式的了 那麼唯一的缺點就是要自己做回 這個光室分離 大概的費用就去到四到五百元左右 那麼 那麼這個是飄槍來的 那麼就是不可以打的 但是呢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流浴區的空間 是非常之夠用的 那麼好奇 看看這裡 放回我們的 木路呀 洗髮水呀 是吧 或者 部分 護膚產品 是吧 那麼都可以放回去 馬桶 是吧 這個洗手盆 這個鏡櫃 是吧 多功能的鏡櫃 裡面可以放回我們的 一些 洗手產品 是吧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一間房 那麼第一間房 那麼我們的示範單位呢 是 將這個位置 利用了 做一個托托米 持平 讓它整個空間出來 這邊做回我們的 這邊做回我們的 梳妝桌呀 書桌呀 都可以的 那麼這一集做回我們的衣櫃 是吧 那麼它這個地板呢 是吧 都是這種 複合木地板 複合木地板 那麼我們看回我們的第二間房 也是 陽光房 是吧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的 陽光房了 那麼這個陽光房有一半的面積 都是贈送的 那麼剛剛才說到 要後期要自己封回窗 是吧 因為它的交房標準就是這樣 是吧 那麼看看自己好奇 這間房 怎樣利用回 看我是 做回我們的 雜物房 是吧 或者客房 床 做在這個位置 又OK 做這個位置又OK 看你自己怎樣去擺設 是吧 那麼這個風窗的費用 大概三到五千元 看你用回什麼材料 OK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的主人房 也是主人套巾 先看看我們的 吐巾的衛生巾 是吧 這個空間 OK 是吧 那麼它做回那種乾濕分離 做回那種鑽石型的 是吧 那麼這個位置就已經是 留好的 那麼我們後期按照這個size 去做回 OK 400元左右的費用 那麼這個鏡櫃 是吧 馬桶 和我們這個洗手盆 都是一個交標 那麼我們這個是主人房 那麼它放回一米八成兩米的床 完全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這一集 放回一些軟電 是吧 那麼可以看看後期怎樣利用 這裡是有個電梯位的 那麼我們後期做回一些 是吧 做回幾個 幾個檔面 那麼可以放回那些雜物 或者什麼 裝飾盆 是吧 都OK的 那麼這一集就放回我們的衣怪 那麼這個是我們一個八十九的三房兩廳 兩位 那麼它的守護呢 是去到五萬元 守護去到五萬元 那麼月供 是去到四千元左右 四千元左右 也都是你說的 這個是我們有一個交標 那麼它的交房時間呢 是明年的十二份 十二份 十二份交房 那麼 很多人都會說 又是一個旗樓 其實 這個樓管呢 它 這個六期 它是最後一期 也都是它那個收官之作 是吧 一到八期 都已經交房了 已經交戶了一萬幾戶 是吧 入住率去到八千幾戶 那就等於我們 這邊的一個 那個常住人口 就去到三到四萬元 三到四萬的常住人口 那麼我們去拍攝 109的四房兩廳 給大家看 OK 那麼我們現在來到這個 109的四房兩廳 是吧 兩位 那麼這個戶型呢 其實也都是差不多 屬於一個獨門獨戶 因為這個主角位回來 就只有一個戶型 那麼看看我們的戶型圖 那麼我們這個是一百零九的 一個戶型圖 那麼就 是吧 旋關位在這個位 南北通透 那麼 一個房兩個房 三個房 四個房 兩個衛生間 是吧 那麼 跟著我鏡頭進來 看到 其實這個是我們的一個 旋關櫃 那麼後期 要自己做 其實剛剛已經是看到 我們那個八九的一個 一個交標 那麼這個旋關櫃 要後期自己做 這個門是我們的一個交標 包括這個 可視對港 也是我們的一個交標 那麼這個泳呢 進來 右手邊 右手邊 就是我們的公共衛生間 那麼 這個衛生間 空間 哇 夠用 真是挺大的 那麼這個馬桶 和死手盆 都是我們的一個交標 包括我們 名窗 那麼這個鏡櫃 也是有的 鏡櫃也是有的 那麼 回到來呢 就是我們的一個 南北通透的 客廳 還有餐廳 那麼先跟我們這邊 這個廚房 看起來 那麼 這個廚房做了一個 夭形的廚房 是吧 夭形廚房 這個廚房 夠正 那麼 升盤 那麼 那麼 洗 煮 切 完全沒有問題 同時用六三到四個人 操作都OK 那麼 這裡就 預留了 我們一個 霜門冰箱位 那麼 這一邊就是我們的 餐桌 是吧 那麼可以 參照它這樣 就是 做回 這邊做回我們的 一個 類似酒� 是吧 類似酒� 那麼 哇 威士忌 很貴 是吧 類似酒櫃之類的 哇 威士忌 是吧 這邊是有個窗的 這裡是窗來的 這裡可以打開窗 那麼就是南北通透了 通風 那麼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一個 煮東西吃的 這個可以煮東西吃 那麼這裡還有 是吧 開間之類的 那麼這裡是我們的餐桌 其實我們後期自己 如果說自己用的話 都是放回我們一個圓桌 六人位 應該是比較好用的 如果你說 好像他這樣做回早櫃 這個位置做回早櫃都OK的 這些地方可以放走 或者你在這個位置做回早櫃 都是夠空間的 那麼我們這個廳的開間 就是去到4米 是吧 那麼這個空間 托下去感受一下 就是 非常之闊落 是吧 那麼望上去呢 就是 第一感覺 非常之大 那麼樓底是3米1 是吧 那麼我們的陽台 這邊的陽台是潮南的 是吧 陽台總共是有五個職的一個空間 那麼這一邊都是參照他示範單位 是吧 做回我們的洗手盆 下面的 是吧 這個放回我們的櫃桶式 死機 那麼上面就 儲物櫃 是吧 那麼這一集 就 是吧 看看自己怎樣去利用 或者你可以學他這樣 啊 示範單位這樣 放回一張 細桌 坐在那裡 想一下功夫茶 是吧 看看我們的景色 依然是非常之寫意的 那麼這一邊可以放回我們 部分六隻 是吧 那麼 都是看回我們的這個平山河 那麼其實前面那裡就是我們的龍海二路了 那麼剛才我們在那個石化大道 那個大門在石化大道那邊的 就等於 它是 我們這個 石化大道西 和這個龍海二路 貫穿 幾乎是 兩條路的中間 全部都 佔地 全部都用了 是吧 那麼現在拍攝的樓層是二樓 好 依然是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景觀 如果樓層再高一點的話 是吧 他的視野會更加開闊 更加英俊 那麼看回我們的睡眠區 那麼我們的睡眠區 那麼我們的睡眠區 首先是看回第一間房 那麼這個也可以說是一個客房 或者長者房 那麼這一邊就是我們的一個 是吧 房間的軟電 那麼坐在那裡 看看手提 都可以的 那麼床是 一尾五乘兩尾的一個尺寸 兩個床頭櫃 那麼衣櫃當然是放在 做起我們這個位 那麼我們這個房間都是對著我們的平山河 那麼 看看我們第二間房 那麼這個是我們的第二間房 那麼它做了這個 就是這個托托米 利用了那個飄窗的 那麼磁瓶 那麼它整個空間就出來 那麼它現在做的尺寸是 1米2 乘2米 那麼下面呢 還可以放回我們一些 是吧 雜物啊 或者什麼啊 那麼它其實可以把床做大一點的 做到這個位 就接近1米5了 是吧 那麼就非常好用 那麼我們這一邊呢 就一個一體式的書桌 類似的 那麼這一集其實我們 就做回衣櫃 完全OK的 是吧 做個這位 那麼這一集看一下放回我們的梳妝桌 也可以啦 書桌也可以啦 那麼看回我們第三間房 那麼第三間房 都是我們的一個陽光房 是吧 有一半面就是贈送的了 那麼可以看到 那麼我們的陽光房空間 啊 足足是有六點幾個房 六點幾個房 那麼好奇 自己封回個窗 那麼這裡 嗯 做回個床啊 偷偷尾啊 是吧 那麼你做到這個位 就有1米5的了 那麼這一集 做回衣櫃啦 是吧 那麼看了一下自己 後期怎樣利用回這間房 雜物房 啊 其實麻雀房都OK的 這個空間 完全足夠 啊 那麼我們這個是第四間房 也是我們的主人房 也都是我們的主人房 那麼看回我們的主人套間 那麼主人套間 那麼主人套間 嗯 衛生間 這個輪陸區空間 還OK 是吧 鑽石型的一個輪陸區 啊 那麼好奇要自己做回這個 乾濕分泥啊 啊 那麼馬桶和這個 是吧 洗手盆都是有的了 啊 洗手盆都是有的 啊 整個空間 啊 那麼這個是我們的主人套間 他是放了這個 一米八成兩米的衣櫃 那麼衣櫃 一二三四五 五仙門的衣櫃 是吧 幾乎是女士專屬 這個衣櫃 這個衣櫃就放了很多衣服了 那麼這一集就是我們的一個 是吧 差不多類似休閒區那樣 那麼這一集 是吧 就可以看一下 啊 好像他這樣做回我們的梳妝桌 啊 是吧 放一個鏡子 每天都漂亮漂亮的出門 那麼這個是我們1809的 1809的 示範單位 四房 兩廳 兩位 那麼他的手戶是去到六萬元 那麼他的月工是去到五千三 那其實今天的戶型呢 我們就分享完了 那麼三個戶型 一個就是我們七十九的 三房 兩廳一位 一個是八九的 嗯 三房 兩廳兩位 那麼這兩個職呢 他的單價是去到八千八百 八十八元 一平方 大精裝修教訪 大精裝修教訪 那麼我們這個1809的呢 他的單價是去到一萬零五 因為這個職呢 他定的價格是比較高的 但是呢 其實這個樓盤呢 嗯 最高峰的時候 就去到一萬七千幾 一平方 那麼 三年時間 他就不是說一下 降到那麼多 他是分三年時間 慢慢慢慢地降下來 是吧 那麼也是 一個性價比非常之大 因為他的小區非常之大 他佔地 就去到七十七點八萬 總戶數去到兩 總佔面去到兩百萬 總戶數去到一萬四千幾戶 那麼現在入住率 已經去到差不多一萬戶了 等於我們這個小區 裡面的人流 足足是有三到四萬 那麼你可以剛剛看到我的視頻 是吧 裡面的配套啊 生活用品啊 包括新鮮超市啊 很多很多我們生活上用到的店舖 或者什麼都是有的 而且他們還是內屆 那麼外屆 即是靠路邊那一堆呢 我們是吧 就不用說了 就更加是旺人氣了 那麼今天我們的節目 會形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說有興趣 想過來 了解的 連續我船 那麼我們是有 專車去到各大軍口 免費 接送大家過來 看訪的 而且還包餐 還有就是 連續我拿回 專屬於你們的優惠 之餘 還有驚喜 今期分享到這裡 拜拜